尽管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 但是我们看到 共建一带一路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过去一年来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 扎实的推进 中老铁路 以色列海法新港等重大项目顺利竣工 中巴经济走廊 比代夫斯港 亚万高铁 还有凶赛铁路等 那么他们的运营都在稳步的推进 刚才我们说到 中欧班列的开行量和货运量 都创造了历史新高 这些都为各国的经济复苏 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一带一路规则标准的软联通 亮点分成 七年以来又有十个国家 同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家庭成员 达到了180个 我们还成功举办 一带一路亚太区域 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 一带一路疫苗合作 和绿色发展伙伴关系的倡议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再有一带一路 互帮互助的新联通 在持续的深入 我们全力使缘各国的抗疫 同20多个泛容国家 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合作 其中大部分面向的是一带一路国家 还有一大批小而美的项目 在稳步地实施 帮助共建国家的民众 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 不断扩大 合作基础日益牢固 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必将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主席 去年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的要求 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 更高投入效益 更高供给质量 更高发展韧性 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汇集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